像红靴巴士呢,它是一个循环运行的,然后车子比较的古典。 然后你看到了我们身后现在出来的就是红靴子巴士的它的主要路线图。 红色的就是它走的路线,它就是一个循环在未来之港周围的观光巴士,非常价格合理。 非常实用,就适合那种横滨一日游啊,或者是半天,其实半天差不多了,那些景点。 然后从靠近南南那边就是,我们是从那边点点中华街上车,然后走到上面那条路。 一开始是走下面那条路,然后到一个突出去的那个地方就是站桥,然后绕回来绕到那个地表塔大厦附近。 最后再绕到海那一侧,然后继续做的船。 然后我们就来边看VTR,边给大家讲解吧。 嗯。 其实那巴士还蛮便宜的,如果你只做一次的话,就100元硬币就可以。 然后它一日的那个票是多少钱? 是500元,是一日之内可以免费乘坐,不先次数的。 不先对,那个还。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横米门桂梁的第五集外景拍摄。 然后先我们介绍一下,特别来给大家站在我们中间的这位。 这位是李奥的小妹。 从美国来,来这边玩。 然后今天就是带她过一下。 要不然交代之旅。 开始了。 谢谢。 跟她讲新日语吧。 开始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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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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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捰先生裏有一半身家的地图, 这边有地图。 然后咱们今天呢就是从这边的园丁入口。 它是坐红靴像巴士。 然后转了一大圈。 然后转回来。 直到这个国际后新的 creed world's future. 然后然后再从这边到这里的。 就是 BC 9,atan and I do it on the Flug. 好。 去到山下公园里边。 然后再从这儿进入咱们的海洋塔和任望 vanieur之家。 哦。 所以海洋塔是这个 对 是这个 这个是海洋塔 啊 然后我这家 没有写 我哪里都没去过跟你讲 我也没去过 所以今天 我后想去完我这家 今天那个 他也买这个票了 就要说一下 对这是一天下来 然后正常买是500元 但是因为我买了一个特别的C car 所以就赠送了这个 今天一天就考虑了塔了 这里是一期 哦 第二天 你也在叫做 什么 是 不想照 不想照 嗯 对 所以是标志性的建筑 嗯 对 其实 是 juste 有的 但是 不知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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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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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